各位朋友大家好 1971年8月中旬开始 毛泽东就展开他的秘密蓝巡 到南方各军区会见地方的军头 为打倒他接班人 亲密战友林彪做军事上的准备 9月8号毛泽东就到了上海 林彪的儿子 当时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的林立果 通知南京军区的空军政委 江藤娇 要他准备在晚上由空四军发动攻击 暗杀毛泽东 之后就嫁祸给四人帮的张春桥和姚文元 不料毛泽东突然下令专列 离开预定的停车点 转为在一条支线上面停放 令林立果的计划拍死腹中 根据中共的官方史料就说 林立果当时只是江藤娇暗杀的方法 就包括了使用火焰喷射器 用四零火箭筒打毛泽东专列 用炸药砸苏州附近的铁路桥 派飞机砸火车 还砸毁专列在上海停车点附近的油库 乘着混乱的机会杀害毛泽东 第二天也就是9月9号的一早 林立果又指示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王飞 如果上海暗杀毛泽东的这个事情 一发动以后 就立即在北京指挥攻打毛泽东的妻子 江青和张军桥等人所住的钓鱼台 最后也泡了汤 到9月11号 林立果又找到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长 卢敏 命令他展开上海暗杀失败后的第二次攻击 先是在铁路上放炸药 再不行就派伊尔石攻击机的轰炸 制造第二个黄库顿的事件 所谓黄库顿事件是指1928年6月4号 由日军埋这个炸药炸死当年的 这个缝隙军阀张卓宁的事件 事件后来还引发了这个日军出兵中国东北 不料毛泽东好像能够预知 有人要暗杀他一样 他的专业一路是神出鬼没 林立果的几次的暗杀计划都没有成功 在9月12号 毛泽东安全回到北京之后 林立果和林彪等人都知道 他们已经在与毛泽东的这一次大战当中 那是一败涂地 剩下的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 在9月13号的凌晨 林彪就带着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等人 就仓皇出逃 不久之后飞机就在蒙古境内坠毁 所有人都全部身亡 这个就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 九一三事件的大致的经过 在九一三事件当中 当时中共的第二号人物 是写进了宪法的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 那当然是主角 但是在策划暗杀毛泽东方面 他的儿子林立果才是真正的主角 由于1970年年中 毛泽东和林彪 因为是不是再重新设立 这个国家主席的职位的矛盾 就公开化了 在当年的十月 林立果已经预料到这场斗争 是不会善了 他就开始为准备推翻毛泽东的 做政变的准备 并且还成立了完全听命于他的秘密组织 联合舰队 以他所任职的空军司令部的军官为主 到1971年的三月下旬 林立果又和同党一起的起草了一份 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政变计划书 571的这个意思 其实就是武装起义的意思 策划了如何进行政变 这份文件支笔的 是原来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副处长 于欣颖 在913事件之后 被当局给查获了 虽然文件当中 对毛泽东的罪行 那是毫不容情的揭露批判 但是后来在毛泽东的这个要求下面 还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 向全国人民传达 以作为了批判这个林彪集团的罪行 有意思的是 这份文件居然在邓小平上台之后 为了维护这个毛泽东的所谓的形象 反而成了中共的这个绝密文件 不能外传了 好在有这个万能的互联网 大家仍然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份文件 而且大家如果读一读的话 还可以发现 如果把这份文件拿来稍微加以修改的话 其中很多批毛的话 也可以拿来成为现在讨伐习近平 独裁政权封建王朝的这个战斗新闻 571工程纪要这份政变计划书 由于当年的事向全国人民传达了 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林彪国的这个政变计划虽然失败了 人也死了 但是在中共一党专制的统治下来 他的这个造反精神 这个政变的这个精神 是不可能没有接班人的 而在这些接班人当中 有的人就成功了 你比如说像华国锋 邓小平 有的人就失败了 像赵紫阳 薄熙来等人 而在这些政变人物当中 大概最像林彪国的应该是薄熙来 同样的他们是太子党出身 这个薄熙来就学着林彪国 在40年之后 他又搞了一个 我们在上一集当中提到的 2014工程约案的这个政变计划书 说起来薄熙来和林彪国 好像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 其实呢 这是一种错觉 甚至如果我们追溯他们两个人呢 这个过去的话 发现他们呢 还有着相当多的这个交集 他们之间的当然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事实上他们两个人呢 只是相差了四岁 林彪国是1945年生人 而薄熙来呢 则是1949年出生的 因此他们曾经呢 有两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在1962年呢 是1964年呢 当时他们是同时 在这个北京第四中学来上学的 是高低班的同学 一个上高中 一个上诸中 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相信两个人呢 会有一定的交往 事实上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父亲啊 也就是林彪国的父亲林彪 和薄熙来的父亲呢 薄一波啊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呢 是一文一武的两个大红人 后来两个人呢 都上的是北京大学 而不是一般太子党上的清华大学 或者是哈尔滨军工大学 也就是哈军工啊 不过他们上大学的时间呢 那就相差的有点远了 林彪国呢 是1964年上的北大 而薄熙来呢 到了1978年呢 才上北大 相差了整整的是14年 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呢 令两个人的命运呢 有了极大的不同 林彪国因为林彪的关系 当时是自首可热的弄嘲儿了 而薄熙来就受他老爸的这个拖累啊 在监狱里啊 坐了五年大牢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啊 一不小心 就夺走了林彪国 还不到26岁的年轻的生命 而薄熙来则是在当时 浪费了整整的十年的青春 不过这种差别并不能减少 两个人存在一些共同点 首先呢 两个人都是聪明透顶的 另外呢 就是两个人都是那种自命不凡的人 认为自己啊 天生就是要做大事的 因此呢 是桀骜不驯 是那种 宁可我负天下人呢 天下人也不可负我的 这种枭雄人格 应该说薄熙来 虽然曾经在文革中呢 是坐过牢 但是啊 他是一个有着很深文革情节的人 对青少年时期的这种偶像人物啊 林立果的这种作为呢 相信也是十分痴迷的 薄熙来之所以产生夺权的想法 不可能不受到这个林立果的影响 实际上 从薄熙来起草的2014工程预案来看 十足了 是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的这个翻版 除了这个名称相似之外呢 这个内容框架也是大致相同的 上一次我们提到薄熙来政变计划书呢 共分为七大部分 包括 一 当前的政治形态分析 第二是基本态势 第三是出击目标 第四呢是措施 第五呢是危机应付 第六是武装起义预案 第六是口号与纪律 而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呢 则是分为九大部分 分别是 一 可能性 二 必要性 三 基本条件 四 时机 五 力量 六 口号和纲领 七 实施要点 八 政策和策略 九 保密和纪律 其实框架虽然是分七不分 九不分 但是内容呢 大致上差不多 薄熙来只不过把林立果的框架呢 略加调整而已 都有对当时的局势分析 政变的必要性 以及他们政变的条件和面对的困难 如何整合力量 把握时机的考量等等 当然也都有具体的启示方法 也准备好了启示之后的口号与政策 由于是搞阴谋 这个保密和纪律呢 当然也成为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不必要的详细加以比较 毕竟四十年的这个时空差异的两个人的思考 不可能完全一样 事实上两个人的出发点 还有着很大的差异 虽然两个人都是文革的原教旨主义者 但是时已是亿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呢 薄熙来要搞政变的理论概述啊 或者说口号纲领啊 就显得是特别的奇怪 可以说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呢 格格不入 对中国文革之后几十年的这个发展变化 要么是视而不见 要么那就是仇视 例如他在文中就指出啊 1992年邓小斌南巡之后 中国积聚走向权贵资本主义道路 1997年江振明提出三个代表 允许知名家入党 更把作为无产阶级先锋对待共产党呢 改造成了修正主义的全民党 各位代表所有人利益的全民党 有什么不好呢 总要好过沦为打手 沦为镇压人民的原教旨共产党 要好得多吧 另外更加令人发指的是 2014工程预案中指出啊 要在全国开展树摊 以及打黑唱红活动 在今后的十年内 要杀掉50万贪官污吏 打掉100万自由化思潮的头面人物 将他们开除出机关 学校 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 关押200万与黑社会有联系的人物 众所周知 薄熙来是炒钱人命的 但是这份文件如此明目张胆的 要搞毛泽东式的三反五反 以及反右 靠杀人抢富人的财产来夺取政权 是不是令人毛骨悚然呢 现实是薄熙来在重庆的灿红打黑 就是这么做的 比较起来 宁立国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当中啊 就很清楚的指出 他们的政策呢 是解放一大片 保护团结一大片 基本上啊 把矛头呢 只是指向毛泽东 这个大矛头一个人 事实上对当时的社会现状 宁立国远角40年之后的薄熙来 要看得清楚 五七一工程纪要在文章前面的可能性部分呢 就指出 十多年来 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 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不满情绪是日益增长 敢怒不敢言 甚至是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 昏庸无能 是重叛清离 在必要性部分 五七金工程纪要也指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 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 变成一种互相残杀 互相倾压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 变成封建专制 独裁式家长之生活 他滥用中国人民 给他的信任和地位 历史性的走向了反面 实际上 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而是一个行孔梦之道 借马列主义之皮 知秦始皇之法的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可以说林立国对毛泽东的批判 那是十分到位 甚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都没有林立国这样深刻 一争见血 当然林立国对毛泽东的批评 也完全可以移植到 现在习近平的法西斯统治 完全可以说 习近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而是一个借孔梦之道 借马列主义之皮 知秦始皇之法的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之一 还有 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基本条件部分 又指出 独裁者是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 争权夺利 勾心斗角是几乎白热化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 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 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辞少穿 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 等于是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 已经发现充当炮灰 后期被压制 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 上武器干校 等于是变相失业 工人 特别是青年工人 工资冻结 等于是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书对立 这些对当时社会各界的评估 可以说是非常准确的 在口号部分 林立国提出的部分口号 也可以照搬到现在 例如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毛泽东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 封建王朝 用名副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我们完全可以对着习近平喊 打倒当代的秦二世习近平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 臭招牌的封建王朝等等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 林立国在政策和策略部分 对毛泽东统治方法 做出最清晰的分析 做出了最深刻的揭露 他利用奉建帝王的统治权术 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 群众斗群众 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 党员斗党员 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倉导者 他制造矛盾 制造分裂 以达到他分而治之 哥哥击破 巩固维持他们统治的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 那就等于自取灭亡 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 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 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语 那些拉的人 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 置于死地 今天是他的座上宾 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 究竟有哪一个人 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 到后来不曾被判处 政治上的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 能与他共事始终 他过去的秘书 自杀的自杀 关押的关押 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 和身边亲信 也被他送进大牢 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 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 虐待狂 他的整人哲学是 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 都要把这个人 置于死地而方休 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 而且把全部坏事 嫁祸于别人 戳传了说 在他手下一个个 像走马当事垮台的人物 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半个世纪前的造范文章 今天读来 居然好像是为 现在的习近平 度声定造 不由得不令人感慨万千 中国的进步 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兜兜转转 五十年 一招回到文革前 其实这哪只是 倒腿五十年呢 如果从现在 中共习近平当局 操控民粹主义 激化与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的矛盾 实际上已经在预示 要退回到 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啊 然后我们从 薄熙来的政变计划书 《2014工程预言》中 看不到这些 他看到的是 平民子弟 像胡锦涛了 温家宝 身居了高位 掌控了国家的领导权 他这个太子党 完全不能接受 他看到的是 中国正在 自由开放的道路上前进 而且呢 他完全不能接受 这个民主宪政的思想 在中国开花结果 薄熙来 一门心思啊 是想退回到 毛泽东时代去 因此啊 他在政变书中就指出啊 要摧毁资本主义 经济基础 将私有企业 改造成为公有制企业 没有触犯中国法律的外资企业呢 可以同意其撤资离开中国 触犯了法律的外资企业呢 投资一律没收 外资管理人员及股东啊 履行法律手续的驱逐出境 严厉打击意识形态 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带路党 该计划点名的有 高智盛啊 江平 贺卫芳 杜岛正 吴思 毛鱼士 刘军宁等 绝不能让他们中啊 产生瓦文萨 哈维尔式的人物 来掘我们的坟墓 就是这样一个逆潮流的薄熙来 他要搞政变 他要颠覆胡锦涛的中共中央 他要阻止或者取代习近平接班 他的这种认知 注定了他的失败 另一方面 文革中期的宁立国 依靠宁标的力量 手中有着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 尤其是当时机动性最强的空军 都听他号令 但是在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的准备之后 暗杀毛泽东的计划 都最后失败 试想一想 薄熙来一个地方官员 他又怎么可能有成功的机会呢 当然 薄熙来虽然有些流氓 有些狂妄 但是呢 并不愚蠢 他也有着宁立国没有的条件 虽然最后没有成功 但是离成功的距离啊 其实呢 比这个宁立国还要小一些 因为呢 在政治上 薄熙来并不像林立国那样孤立 而是呢 有着强大的资源 是哪些强大的资源呢 我们下一期再谈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